在中国农村,三蹦子曾是无处不在的交通利器,谁能想到有一天它会在西方掀起一场热潮,并成为那里的新宠,甚至还火上了各大媒体平台的热搜。 中国的这种三轮运输在聚究竟有什么魔力,才能让大量外国人直接玩嗨了,甚至就连法国军方都开始下单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你是否想过,如果有一天,美国的街头到处都是国产三蹦子的,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的声音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视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视频中一位外国朋友骑着一辆与众不同的交通工具,在繁忙的街道上飞驰而过,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 而这一切其实是源于一个简单而温馨的故事,因为嫁到美国的中国儿媳,为了给公共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在国内购买了一台国威牌三蹦子。 三蹦子运到美国后,他的公共就立马将车辆组装好,并且还顺利地为他上了牌照,登记为摩托车牌照。 视频中的这款国产三蹦子是由中国一家知名的电动车制造商生产的,采用了先进的锂电池技术。 续航里程达到了100公里以上,它的最高时速可达到40公里每小时,足以满足用户在城市中的日常出行需求。 此外,这款三蹦子还配备了多种智能功能,如防盗报警、智能控制等,让用户的使用更加便捷安全。 每当这位美国公共开着这辆三蹦子上路时,倒车请注意的魔性声音便会瞬间响车大街,并引来众多外国人的围观。 很多外国人纷纷表示,自己从来没见过居然还有这样的车,十分好奇地摸摸这里,看看那里,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车,哪里能买得到,太酷了,太棒了。 甚至还会有很多人专程跑到这辆三蹦子主人的家里,只为能亲眼目睹这台奇异的车,并纷纷想要试驾这台网红车。 更有意思的是,当地警员也对这辆三蹦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建议这位美国公共应该向当地提议建立一个三蹦子组装厂,专门用于生产这种奇怪的车。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商机。 还有人表示,他开车上班因为堵车的原因要用二十分钟,开着三蹦子上班五分钟就到了,并且三蹦子还非常好驾驶,坐在上面一拧钥匙就可以走了,大人小孩都可以开。 同时他们也不理解在中国为什么不能上牌照,也不能载人,在他们看来这车简直是太好用了。 看到这里,不少网友也是调侃道车,请注意,将是他们最先学会的汉语,的确比较魔性,话都没有翻译过来呢就上路了。 值得一提的是,三蹦子爆火的背后也闹出了不少的玩笑,比如法国军队囤货三蹦子就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 当时法国军人借用当地居民的三蹦子进行物资运输,被照相机拍摄下来并上传网上,舆论瞬间蜂拥而起,什么国产三蹦子已经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法军囤货三蹦子意图不明等。 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一个谣传,虽然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当中,的确出现了身穿迷彩服的法国军人,在驾驶中国制造的三蹦子,但这实际上是驻非洲的法军为了运输货物而临时向当地人借用的中国三蹦子。 当然,虽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在军用领域使用中国的三蹦子,但在民用领域,中国三蹦子的确非常受欢迎,甚至美国城市还宣布采购三蹦子作为城市快递运输所需的交通工具。 其实,西方国家军队不使用中国三蹦子作为交通工具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军队的住房区域、道路等交通设施基本都比较完善,可以通过普通的车辆来完成运输,因此真正将三蹦子作为军用交通工具的往往是南美和非洲等一些地区的国家。 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地形较为崎岖,道路基础设施也相对较差,更适合使用三蹦子来进行交通运输。 但无论如何,国产神器三蹦子这次在美国小镇算是彻底的火了,一句标准的中国话,倒车请注意更是响彻各个小镇街头。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国产三蹦子在美国这么火? 三蹦子,这个北京图画里的名词,指的是载人载祸的三轮车,曾经的汽油动力带棚三轮车,驾驶为前,金属半圆形车厢可坐两人,底下的木箱还可盛放杂物。 而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动力从汽油转变为了电力,这可三轮车也得以重生。 在中国,三蹦子或许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它却成为了一种新奇的交通工具。 一些美国人民开始尝试使用三轮车作为出行工具,甚至一些纽约市的议员也投身其中,体验生活并自豪地宣称。 三蹦子是纽约市未来的快递之星。 国产三蹦子之所以能在美国市场走红,其背后原因离不开它满足了美国人的实际需求,主要来说可分为四点。 一,经济实惠的价值。 国产三蹦子以其相对较低的价格成为许多家庭的首选交通工具,尤其是在欧美市场,高油价和环保意识的普及, 使得消费者更加看重经济实惠的交通工具。 而国产三蹦子的低价格就成为了其在该市场的竞争优势。 二,环保节能的卖点。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日益严重,环保节能成为了各国政府推动的重要一体。 与传统燃油车相比,电动三轮车不仅减少了尾气排放,还能够通过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进行充电, 这无疑是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 三,设计简约实用。 国产三蹦子简约而实用的设计也是其在欧美市场成功的原因之一, 依托中国精湛的工艺技术和稳定的生产供应链。 国产三蹦子不仅外观时尚,小巧玲珑,更搭载了智能科技,令人眼前一亮。 在动力续航等方面也经过了大量的技术改进,使其能够满足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的需求。 四,能上牌。 国产三蹦子在欧美能够合法上牌,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合法地在路上行驶, 不用担心被交警查处,这对于那些没有驾驶证或者不想花太多钱买车的欧美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不过国产三蹦子在价格和环保性方面具有竞争力,但在创意和创新方面相对较弱。 相比之下,欧美市场的厂商在设计和功能上更加注重创新, 不断退出新款式新功能的电动三轮车,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例如,在欧美市场可以找到配备高科技显示屏、智能导航系统和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三轮车, 这些创新设计和功能使得外国人在玩电动三轮车上更具优势。 另一个影响外国人在玩电动三轮车上更具优势的原因是文化差异。 在欧美国家,电动三轮车被视为一种时尚、环保的交通工具, 并且与个人形象和生活方式有关联,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电动三轮车时更加注重个性化的设计和品牌形象, 而国产三蹦子在这方面可能相对薄弱。 最重要的一点是, 欧美国家在推动电动交通工具普及方面积极采取政策措施, 他们鼓励电动三轮车的研发和销售, 并提供相应的补贴和减税政策。 其实从2021年5月上旬开始, 随着欧洲各国的疫情缓和, 各个国家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为了做好卫生防护措施, 各国民众选择放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转而选择了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作为代步工具, 一时之间导致中国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出口量剧增。 根据相关产业研究中心所发布的行业报告显示, 2020年,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量已达到100万辆以上, 全球累计电动三轮车销量已达到1360万辆, 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中国江苏金鹏集团的电动三轮车销售量更是蝉联, 13年全球销量第一。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在全球有着重要地位, 而这次三蹦子的出现, 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业的实力。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未来三轮车的海外市场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